让我们一起回到公元前500多年的古希腊 曾有人问 这个世界是什么构成的? 可以把物质不断切割吗? 亦或会碰到一个最小的单位 不能再切割下去? 哲学家德摩·克利特 就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化时代的看法 他认为把物质不断切割 一定会碰到一个最小的单位 再也无法分割 他把这个不可分割的单位称为Atmos 此希腊文一集不可分割的 不过当时并没有科学实验所证实 所以一直以来原子被当作哲学的观念 直到道尔顿整合了许多实验结果 提出有科学依据的学说 1794年 法国科学家普鲁斯特提出了定比定律 指出元素由一定比例构成特定化合物 即无论化合物如何制得 其组成元素间之质量比横为定值 19世纪初 道尔顿提出倍比定律 他观察到两种元素若会形成两种以上的化合物 固定一种元素的质量后 另一元素的质量必成简单整数比 这对于他之后提出的原子论有深远的影响 道尔顿说 构成物质的粒子是一些大小相同 外观并无太大差异的小球 道尔顿所称的小球 就是现今我们所指的原子 而道尔顿也以特定的小球符号来区别不同的原子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 道尔顿在西元1803年归纳提出了原子说 其主要内容如下 1.原子是组成物质的最小粒子 它是不可分割的 2.相同元素的原子具有相同的质量及性质 3.不同元素的原子具有不同的质量及性质 4.化合物是由不同元素的原子 以简单整数比所组成 5.任意化学反应中 原子不可加以摧毁 化学反应只是将原子重新排列而已 西元1808年 法国科学家给吕萨克 归纳许多气体反应的结果 得出一项结论 在同温同压下 气体参与反应时 气体反应物所消耗的体积 与生成的气体生成物体积 呈简单整数比 称为气体化合体积定律 以生成水蒸气的实验为例 两体积的氢气加上一体积的氧气 可以反应产生两体积的水蒸气 给吕萨克依据实验数据假设同温同压下 同体积的气体所含原子数相同 并认为运用道尔顿的原子说来解释实验结果 会更有说服力 再回来说明生成水蒸气的实验 我们用一颗原子来代表同温同压下一体积的气体 那么实验所得的数据 就可以转换成两个原子的氢气 加上一个原子的氧气 会产生由一个氢原子和半个氧原子 所组成的水蒸气化合原子 这时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运用原子说来解释实验结果 竟然产生了半个原子的状况 原子不是不能分割的吗 由上述的实验数据可知 部分涉及气体的反应 无法用原子说来合理解释 支持两方学派的科学家开始争论不休 意大利的科学家亚弗加绝 思考到众多争议的源头 就在于道尔顿认为所有物质的最小粒子 均是单颗的原子 亚弗加绝参考了很多气体实验的数据 与两方支持者的说法 提出像氧气氢气等 是由两个原子组成的粒子 这样由多个原子所构成的粒子概念 他称之为分子 1811年 亚弗加绝在物理杂志上 简短地写道 我提供一个非常简单的假设 这个假设可以简单有效地 解释给鲁萨克的实验结果 我所提的假设 是在同温同压之下 相同体积的气体 含有相同树木的分子 上述的假设 后来被称之为 亚弗加绝定律 在加入了亚弗加绝的分子概念后 给鲁萨克氢氧燃烧 生成水蒸气的实验 便可用以下的说明完美解释 两分子的氢气 加上一分子的氧气 可以产生由两个氢原子 和一个氧原子 所组成的两分子水蒸气 后来的科学家 为了纪念亚弗加绝 提出分子概念的贡献 把银莫尔物质中 所含粒子各数的数值 6.02乘上10的23次方 称为亚弗加绝常数 让我们来复习一下 今天所学到的知识 从1803年 道尔顿提出原子说 1808年给鲁萨克发表 气体化合体积定律 到1811年 亚弗加绝发表了 亚弗加绝定律 这三个理论奠定了 物质科学的研究基础 现在整理成表格 帮助同学们汇整要点 又到了想一想时间 亚弗加绝定律中 同温同压之下 相同体积的气体 含有相同树木的分子 但根据道尔顿原子说 不同元素的原子 质量体积就不相同 像在两个体积相同的箱子中 各装入体积大小不同的球 都装满时 球的数量并不一样 那为什么亚弗加绝 会推论相同的体积 还有相同树木的分子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哦 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